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高中化学内容为饱和听 晚听 我们来看一下学习重点 重点一 听的分类 重点二 炼状饱和听 重点三 晚听的结构 重点四 炼状晚听的命名 重点五 炼状晚听的性质 首先来看一下重点一 听的分类 听 什么叫听呢 仅含碳氢两种原子有机化物 称为碳氢化物 简称为听 我们来看一下听的分类可分成哪几种 听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为练听 想用练听我们来看一下范例 碳碳碳练在一起 也就是形成推放的一条线的结构 称之为练听 第二大类为还听 顾名思义 还听也就是碳碳碳 还在一起 成个封闭的环状结构 称之为还听 练听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为宝额听 宝额听为碗听 什么叫碗 碗的话也就是碳 接为单键 譬如碳有四根单键 为什么有四根单键呢 因为碳为4A主形成供价键时 可得到另外四个电子功用 形成八领体机构 所以碳为四根键 另外一类为不宝听 可分成西听 西听为碳碳之间为双键 还有缺听 缺听为碳碳之间为三键结构 接下来我们看还听 还听可分为止还听 所听又可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为还碗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还跟碗 似必是碳碳之间封闭情况 碗也是单键 所以一样碳碳为单键 而进入封闭结构为还碗 另外一类为还溪 所以还溪一样为封闭结构 碳之间有双键结构在 接着此番听的另外一类 是为芳香听 什么样芳香听呢 也就是碳碳碳碳 形成有一个本的结构 为芳香听 然而碗西缺 还碗 可通称为止防听 接着看一下重点二 炼状饱和听 首先我们看一下 饱和听与不饱和听 饱和听是指碳云 以单键碳碳相连接的听类 类型有碗类及还碗 我们看一下碗类 最小的碗为一个碳的甲碗 还碗 最小的还碗为三个碳的还饼碗 接着看一下不饱听 使用不饱听 还有碳碳双键结构 或者是三键结构的听类 类型有锡 最小锡为两个碳的乙锡 缺 最小的缺为两个碳的乙缺 环锡 最小的环锡为三个碳的环锡 以及方香听 也就是具有本环结构 第二点 听得通是 我们看饱听东西为何 首先我们举这个例子 一二三四四个碳的碗类冰碗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重复呢 后来发现有CH2重复 因此四个碳 C4 总共有八个氢 H8相链接 后来发现还有两个氢并入重复 因此我们可以换一下 如果不是四个碳 四五个碳或六个碳怎么办呢 所以因此会有通式 CNH2N加2 加2是指这额外两个没有重复的地方 也就是有N的碳 氢就有2N的氢 再加上额外两个氢 此为令状宝的听的通式 重点三 碗听的结构 我们首先来看 宝听的基本结构 碳原子以四根单间间结中为四粒原子 形成四面体 而碳位于四面体中心 我们根据文字迅速来看一下图形 以甲网为例 碳位于四面体的正中央 顶点分布为四个氢所占据 然而碳氢碳硬至今角度 夹角为109.5度 第二点 球棍模型与填充模型 首先我们看一下球棍模型 定义是以球代表原子 棍代表剑血 以甲网为例子而言 灰球表示碳 白球表示氢 分别代表碳原子与氢原子 而棍子表示碳与氢之间的共架剑气 填充模型 以球代表原子 直接相连且重叠 所以我们看一下 此为填充模型 第三点 立体阻碳与结构式 首先看一下 甲网的球棍模型 一样碳 灰球是碳 白球为四个氢 然而 对它而言 我们的立体结构 就是将 灰球转换为碳 白球转换元素符号氢 对此结构式而言 这一根为这个直线 这一根为这个直线 然后这两个直线分式 位于整个荧幕的同平面上 然而这个出线是荧幕的前方 也就是这一根碳基线 虚线是荧幕的后方 也就是 球棍模型的后面这颗球的位置 此为甲网的立体 阻态结构式 然而 这样子书写 对一般文书写结构式的话 不太方便 因此如果我们转个角度来看的话 若从这地方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成 对球棍模型的话 看成 球棍模型变一个实质下形状 原本画面平面这两根 分辨了这个上下两根 荧幕前方 以荧幕后方这两根为左右这两根 因此它的结构式就可以写成 我们常写结构式CH4 因此我们看到 甲网结构C如果 不代表带天之间为90度 事实上它是立体阻态109.5度 从不同角度上所看出来的结构式 我们再看一下 分子式 球棍模型 写作模型 立足在结构式 差评为何 对甲网而言 CH4 E1 C2 H6 明晚C3 H8 此为 我们所书写的分子式 其球棍模型分为 一个碳 两个碳 三个碳 球棍模型我们可以看得出 它是属于立体结构 然后铁突模型可以看得出它整个原子分布的范围为何 接着 立体阻态对甲网而言 立体阻态是由球棍模型去衍生过来的 接着我们看一下结构式 结构式我们可以由立体阻态从一个方向来观察到 因此可以将立体阻态的结构式转换来我们一般书写结构式 所以 其他碗结构式为CH4 实在情况 以碗一样是两个实在情况 冰碗也可以写成三根实在架的情况 方便书写 再看其他例子 冰碗 物碗 集碗 为例 分指式 C4 H10 C5 H12 C6 结构式 把它展开来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我们一般所书写结构式的情况 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种结构式的写法 也就是将氢不要全部展开 为了方便书写将三个氢合在一起 因此结构式就变成我们这个形式 CH3 CH2 CH2 CH3 然后这样写完之后我们发现 氢也是可以再把它省略掉 因此只要写出以碗为准 碗面结构式即可 也就是变成 丁碗只需要写四个碗 物碗五个碗 集碗六个碗 然而还有内容的结构式 称之为股价结构式 也就是说我们元素符号碗也不要写出来的 直接以折现方式来代表结构式 此为股价结构式 每一个点或折点都是一个碗 因此丁碗四个碗分辨为 一二三四 物碗五个碗 一二三四五 集碗六个碗 一二三四五六 此为股价结构式 再次 感谢观看